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8月11号的下午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今天礼拜天今天主日 还想休息一下都不可以 想休息到因为 马来西亚最后一个奥运会选手 比到5-6点才比 比到决赛 如果能够进到决赛 都要7-8点 8-9点 11点 休息一下都不可以 看一下新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哇 跟你讲现在够极端了 够极端了 这些年轻的一辈 现在要来背格英文 英文 他叫纯马来西亚的人 背格英文 你不背格英文 你就 之前的背格我们讲过无数次了 现在轮到英文 同时他也背格数学 Mathematic boycott Science 科学 boycott English boycott 通通都不可以学 其实 为什么 他们要背格英文 知道吗 其实 相信 都是宗教的原因 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东西 as long as you learn English 学了英文的 会影响他的宗教的 所以他教人家 不可以学英文 知道什么原因吗 所以你看这个 马来西亚呢 现在真的是完蛋了 你看以前 以前我们讲那些老的一辈 很种族极端的 很天头巫统的 物统越极端 他突然就越投 投到 很极端了 老一辈 现在年轻一辈 更加极端了 现在这些背格英文 通通年轻一辈 比老的一辈更极端了 那些老的 Pachet Pachet 现在看见他们 哎哟 这个 打得一年马虾 Skran Ora Muda 来 来 Maya Guard 那些Pachet 都是这样讲 都没有想到现在年轻人会 这么夸张 这么极端的 知道吗 简直是 疯狂了 老师跟大家讲 马来西亚的未来是完蛋了 因为一个国家70%的 主要民族 他们是这样子的话 你讲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 我们 22% Tina 7% Politan 22% Tina 其实我们能够影响到国家多少 不是Ping 像Politan 这样 Ping Tina 你们没有看 Tina 印度人 拼到最够力了 没有看到 手痛 那个医生跟他 爆炸手探 哇 你看下去 哎哟 Tina 你要为马来西亚拼到这样子吗 还有 Alan 谢苏组合 李子佳 你看他们Ping到Ping到多少 但是 无论怎么Ping都好呢 拿了两面铜牌回来呢 我们只是22% 印度人7% 你怎样都影响不到国家多少了吗 是不是 一个国家 的未来 要怎样呢 还是要看 70%的民族呢 他们 他们的未来是怎样吗 如今这个70%的民族啊 你看这些当然不是全部极端啊 这些这些极端整天讲ba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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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一部分 然后在马路上加moto的 那些又是一部分 所以你看真正会做事情的剩下多少个 所以随着昨天Ajizo出局呢 今天这个 这个 Mohamad Fidaos 你看 那个联播报员都念不出他的名字 昨天他没有想到他可以在复活赛呢 拿第一名啊 一个镜头都没有拍他的知道吗 很过分一下的 啊 他们那那另外四个人都没有理他 Apple Mohamad Fidaos 看都没有看过 理都不理他 啊 都没有踩他都没有鸟他 结果呢 他最后充限的时候呢 这个Fidaos呢 他的打压一点点过拿下第一名 你看Dial出局呢拿第一名 那个波报员呢后来名字写出来他才念完他完整的名字啊 啊之前都念不出他的名字啊 啊 所以他现在他的责任重大他是最后一位奥运 那我们本届奥运会最后一个选手了 那当然他也来自70%的民族 所以他也肩负着呢 这个为这个70%的民族呢 增观了一个重大责任了 所以 就看他呢 等一下呢 能不能呢 at least呢拿一个铜牌回来呀对不对 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吧 放心放心 马来西亚理智的网民呢很多 他这个帖子一出呢 汤巴拉骂到完了 没有一个人 同意 啊 讲什么背格英文 boycott English 啊 全部 全部都是 招骂 啊 因为有人呢 有个page呢突然间贴出一个东西叫 叫全部马来西亚人 那其实是叫他们啊 叫他们呢不可以学英文啊 啊 不可以学英文啊 啊 结果 下面的留言呢 刚才呢 媒体 结稿为止呢 已经1600多条 就是骂1600条的 通通骂到完 没有一个人同意 在怎么极端的人呢 那他也不叫你们 不学英文了 不学英文呢 就一种人罢了 啊 他会做出呢 但是楼佛的警察局那种事情 啊 他就不可以去学英文 不可以学数学 不可以学科学 你要学什么 学那些极端主义啦 学恐怖主义啦 啊 就是学那些东西啦 啊 学那些东西就叫你们 no English 啊 boycott English 不可以学数学了什么 就这样子了 啊 所以幸好幸好幸好呢 啊马来西亚呢 会英语的那个 会英语的人 然后那个 理智的那个网民呢 多过呢 这些不理智的这些 网民 你讲学英文 多么重要啊 学英文呢 你才能够跟世界沟通嘛 啊 学英文呢 才能够让人家了解你嘛 你看啊有时候中国遭遇西方国家 这么针对啊 因为中国有很多不讲英文的嘛 啊 但是这个 陈一文不一样的哦 啊 陈一文呢 你看他跟Australia的极好啊 他跟Australia长篇大论啊 讲的讲讲 他陈一文跟那些所有国家的选手呢 都很聊的了 他们全部很喜欢陈一文的 啊 第一次看见呢有中国的运动员呢 这么受他们欢迎的 啊 啊 所以陈一文就是那天跟我们 那场啦 马来西亚的选手啦 那第12名啦 其实有陈一文跟他的 跟他的这个他的情人呢 他的partner呢 昌一文在呢 马来西亚没有希望的啦 啊 人家两公婆出来呢 你马来西亚还有希望啦 啊 Australia这个也这样厉害呢 啊 这个他拿银牌咯 啊 那个 昌一文呢 那在昌雅尼呢 可惜啦 啊 这个陈一文跟昌雅尼两个很好了 啊 这两个呢 啊 再随便加上一个 澳洲的呢 马来西亚完全没有习惯了嘛 啊 所以这里是讲说 因为他的英文真的是真的是很好啊 很好啊 然后 陈一文呢是自学的 他讲他14岁小的时候去比赛 去外国比赛跳水呢 他发觉沟通不了嘛 他就回家就自己学了 他自己 学学花了很多星期学 所以他一去呢 他就跟所有的选手沟通到很好 全部 全部 全部人都很喜欢呢这个中国的跳水 运动员的 啊 因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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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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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点呢 你要英文嘛 啊 啊 好像我去阿拉伯的时候 阿拉伯人尊重我为什么 我是跟他们讲英文嘛 啊 他们讲你不要过讲阿拉伯话你们讲英文就可以了 啊 是不是 这样子人家才能够明白人家才能够沟通嘛 英文是一个世界语吧你看 现在马来西亚这些激光分子呢 叫人家开倒车哦 啊 叫人家呢 不要学英语哦 啊 与世界脱离哦 他们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国家 你们知道他们要建立什么国家 啊 建立他们那种疯反宗教的国家 啊 所以呢 有关当局呢 一定要想办法呢 去改变了 这个年轻的一倍啊 你不要讲我们22% 跟那个提纳7%不受影响了 啊 哎 我们是 我们 你讲70%的人变成这样子呢 那么我们22%怎么办 啊 未来怎么办 比老了一倍还极端了 老了一倍呢已经够极端了 他至少还不会去伤害我们22%到什么程度 哇这些年轻的一倍呢 这样极端了 以后英文都不可以学啊 怎样 是不是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看见了杯格英文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